今天你父母是不在这 如果你父母也在这看着在台下 这父母肯定找地方钻进去了 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丢人不丢人哪路路啊 视频中哭得气不成声的女人名叫小路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导致图雷老师这样训斥她呢 事情经过还要从男友小良母亲的口中得知 总照我要钱 一要就是整天整天的要 那你觉得 我为了修我还在外的拼命的干 为这个搞这个对象 我不反对 但是你搞一个靠谱的 这我支持 你搞一笔你年龄大的 户口没有的 而且在一起把工作还给丢了 多好的工作 专业又对口 事业编制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家整个全爆炸了 她爸爸已经马上就已经脑栓塞了 难道说再让我再谈着吗 其实小良和女友小路在一起已经三年 起初为了追求小路 小良可谓是大手大脚的花钱讨的欢心 但渐渐的就越来越满足不了女友的奢侈消费 可谁知女友竟逼迫她向父母伸手要钱 甚至言辞激烈的把父亲都气出了脑穴栓 于是忍无可忍下 小良便决心要跟小路分手 但小路为了不失去男友这个提款机 赶忙求助到节目组的帮助 一上台小路便装傻充愣地掩盖自己的过分行为 小路伤心地说道 自从男友被妈妈叫回家之后 她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自己了 明明男友小良以前对自己很殷勤的 说着便提到了男友追求他的时候 说到曾经的甜蜜往事 小路难言脸上的笑容 非常开心地说道 男友小良之前对自己特别上进 也很舍得为自己花钱 想要什么男友都会给他买 可是男友现在却对自己爱搭不利 这不禁让小路怀疑 男友是不是不再喜欢自己了 可小良却说 都是因为女友小路害自己丢了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俩若恋当中吧 晚上一块看电影打电脑 白天呢我就没有精力上班 有时候起晚了连班都不上 因为这个领导把我给开除了 那时候他感觉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我这人有个毛病 如果说有对象 我就特别黏着我的男朋友 然后我就希望他时时刻能陪着我 他去上班了 然后我那个什么 我在家我没事 然后我就特别无聊 特别想跟他说话呀 想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然后我就经常这样聊天 听到男友小良的话 小路表示 男友丢了工作 确实有自己的一部分责任 因为他自己在恋爱时 总是希望可以时刻黏着男友 可这件事情也并不能全怪他 毕竟也是男友 没有处理好感情和工作 男友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做事情应该学会考虑后果 毕竟丢了工作这样的事 也不是自己想看到的 这时 主持人向小良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跟他谈恋爱多久了 喜喜拉拉的三年吧 喜喜拉拉的 你们俩的用选挺有意思的 你当时很追了他多久啊 半年 等于现在两年半了 是吧 也不算两年半 因为后来我失业以后 我妈就把我蹬走了 据小良所说 自从被单位开除以后 母亲便把自己带回了家 禁止她和女友小路见面交往 可刚听到男友的话 小路便明显生气了起来 她表示 男友母亲的做法十分过分 男友小良和自己谈恋爱 这是他们两人自己的事情 男友母亲却非要来插一脚 竟然还直接把男友接回了家 难道自己的准婆婆要棒打鸳鸯吗 听到这里 一旁亲友席上的男友母亲坐不住了 直接斥责起了小路 说话的便是小良的母亲刘女士 她直言 儿子小良找的女朋友根本就不行 当初全家人为了儿子的工作费尽心血 出钱出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得到一个岗位 没想到儿子就是因为和女友小路处对象 就什么都不考虑了 整天无所事事的谈恋爱 导致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都丢了 不仅如此 儿子为了给女友买各种奢侈品 没钱便回家要 而且每次都是好几千 他们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现如今儿子和小路为了搞对象 差不多已经把家底都给掏空了 害得自己都退休了还要出去挣钱 这让刘女士打心眼里觉得无法接受 对此小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她认为男朋友为女朋友花钱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男生追女生谁不花钱呢 听到小路的话 刘女士表示 但凡儿子的这段恋情靠点谱 自己根本就不会如此反对了 说着便提到了儿子丢工作的事 搞得也不靠谱 说句心里吧 我哪个不靠谱啊 您这个婚在一起根本就不靠谱 我怎么不靠谱 工作丢了 俩人整宿的谈俩 有这样的吗 人单位领导都找我了 单位领导都找您了 对呀 我没话回答人家 说什么呀 人家说了 人家说上班 看不见人 到了单位 睡觉 我为她的工作 我下多大的力量 在刘女士看来 正是由于小路的原因 儿子小梁才会如此不知上进 甚至单位领导都找到她那里去了 这让她的老脸王乃哥呀 可对于准婆婆刘女士的指责 小路反驳道 男友丢工作的事 并不能全怪自己 因为她毕竟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 应该知道做什么事 就会有怎样的后果 听到小路的话 刘女士表现得更加生气 直言正是因为儿子和小路谈恋爱 才让她每天都非常揪心 随后便数落起了小路的种种不适 从你们俩人在一起之后 开始我这心每天就不是揪心了 就天天提着心提着 除了要钱是职业 第二职业就是见不着面 就是儿子跟您见面就管您要钱呗 对 这要钱都是给女朋友买东西吗 基本上是 其实我感觉我男朋友为我花点钱 应该就是 而且我也觉得 儿子谈对一项 家庭应该算是支持的 我能支持吗 我都快气炸了 我能坐得住吗 我告诉您 为这个搞这个对象 我不反对 但是你搞一个靠谱的 这我支持 你搞一比你年龄大的 户口没有的 而且在一起 把工作还给丢了 多好的工作 专业用对口 事业编制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家整个全爆炸了 他爸爸差点没弹闲子 我还在相信你们的爱情吗 说到激动的地方 刘女士甚至直接炸了起来 她言辞激烈地指控着小路 儿子就是为了讨女友的欢心 才会不断地朝家里要钱 甚至都把小梁的父亲 弃成了脑穴栓 作为母亲 儿子找女朋友 他当然不会反对 可小路的条件 实在是入不了自己的眼 不仅没有本地的户口 甚至把儿子的事业编制 都给搞没了 都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 何况是费尽巴拉才找到的岗位 所以刘女士非常不满意 儿子的女朋友 面对男友母亲的斥责 小路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首先阿姨 我觉得你说我没户口 我有户口 我为什么现在一直都在天津 是因为她 我因为她我才留在天津的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早回家了 我回家 我妈妈也会给我安排好的工作 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是因为爱你儿子 我会留在这吗 俗话说 有情淫水宝 小路表示 自己之所以一直留在天津 就是因为深爱男友小梁 可刘女士对此却抱有不同的观点 她认为 贫贱夫妻百事 小路连正经工作都没有 他们填不饱肚子 又拿什么说爱 难道要边提着篮子 要饭边谈情说爱吗 看到小梁母亲越说越激动 主持人赶忙劝解了起来 大姐您看这样好不好 您先平静一下 坐下来 我问问她们俩 好吗 年轻人的事 得得她们的工作通 是吧 咱一会儿再说 明白您 理解您 确实爱给你 是吧 这个刚才你母亲说了 你为她把工作丢了 把家也掏得差不多空了 其实也没掏得差不多空 就掏空了已经 那你们俩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失业以后 我就找我朋友 继续干活动执行去了 挣多少钱一个 基本工资两千二 够她花吗 不够 那怎么办呢 你找我妈要 孩子先走她 那你知道她现在这个现状吗 我不知道 原来小梁被单位开除之后 便去朋友那里帮忙了 可是收入却十分微薄 难以支撑其女友的高消费 这时她便会再次向母亲要钱 而对于男友如今的情况 小路却表示一无所知 只感觉到男友变了 不再像之前那样 对自己呵护为止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两人压根就没有正式分手 男友小梁竟然会在网上征婚 那么对于此事 小梁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你在网上征婚啊 没有 那我妈给我发的帖子 你妈给你发的帖子 你不仅仅同意你妈发呀 真是我妈给我发的 是你发的吗 是我发的 你怎么会上网发帖子 我已经拦不住了 我必须得发帖子 我想办法把它拦住 行明白了 但是阿姨你觉得这种方法能拦得住吗 如果你儿子拦得住 我等到你们提着篮子 最后上我这儿 一家好几口来要饭来 我那时候我怎么办 等你们爱不动的时候再找我来 是吗 对于网上征婚这件事 刘女士表示 这件事是自己做的 因为儿子和女友两人爱得轰轰烈烈 却从来没有考虑过现实生活 她害怕长次以往下去 儿子会越来越难以管教 便想方设法地给儿子找新对象 可对于男友母亲的做法 小鹿直言这根本就不尊重自己 两人还没分手就在网上征婚 这种做法丝毫不把她放在眼里 说着便提到了男友被带走之后的事 因为她被她妈蹬走之后 现在电话也少打 短信也少发 我给她打电话 有时候就是她妈接的 我感觉她妈是管她太严了 要逼我到局了 要跟她断关系 我处了这么长时间 我突然间把她给弄走了 我精神激活在哪 你呢还想继续处吗 想继续处 但是我想让她跟我妈处理好关系 毕竟两个都是亲人嘛 对对对 那你现在到底干嘛 你能跟大家介绍清楚吗 我活动执行啊 摄影师爱好是吧 原来自从男友被母亲刘女士带走之后 便和小璐几乎断了联系 所以她并不了解男友现在在做什么 只知道最近男友沉迷上了摄影 却丝毫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直到节目组把照片投放出来的时候 小璐才知道男友竟然去拍撕防照了 接着她便怒不可遏的指责起了男友 我说你这些东西都拿着糖了 你好意思吗 这是艺术 你有告诉过我吗 你有最高的同意吗 你拍这些照片 这个真是鸡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给你拍呀 放屁给我拍呀 我也是内心空虚找一些爱好 找一些追求吗 你说你妈管的严 你晚上你可以找这些女人去拍照片 你就不能来找找我 不是晚上 晚上是白天拍的 我不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问你多久没来找我了 你自己算过日子吗 我算过 两个星期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我在那我就天天等 我就天天拿着一个手机 你让我多期望你能给我发一条短信 打一个电话 你关心我一下 我心里就开心 你知道我 我天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都希望你在我身边 看到男友小梁拍摄的照片 小露愤怒的气不打一出来 甚至就连嘴唇都在发抖 可男友却大言不惭的说道 也为自己丢了工作 内心空虚便寻找一些方式排解 男友毫不在乎的态度 却让小露更加气愤 直接斥责起了男友 有时间给别的女人拍照片 却没有时间和自己打一个电话 这时 一旁的刘女士却固执地认为 自己的儿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全都是拜他的女友小露所赐 听到男友母亲的话 小露愤怒 自己也是刚刚得知这件事 她也觉得很是震惊 可这件事又怎么能怪自己呢 难道说她居然会愿意 让自己的男朋友 去给别的女人拍四房照呢 看到场上僵持不下的局面 一旁的图雷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一段爱情 要以家徒四壁 要以自己的父亲的脑蟹栓 要以一次次向自己的母亲手里去要钱的话 那她比一场奸情还要无事 所以在这儿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在追求女人的过程当中 很命的砸钱 刷卡 套钱包多潇洒啊 但是前提条件是 自己的经济要独立 我还是那句话 财政独立 人格才能独立 所以说 你从老妈那拿钱给女朋友花 这叫没责任 犯了错 不想将来怎么样 这叫没前途 去拍那鬼私房道就不要脸 涂雷老师的话总是这么犀利 小梁作为一个男子汉 竟然谈恋爱还要朝母亲伸手要钱 甚至为了女友把父亲都去主院了 难道他就不感觉愧对父母吗 说完小梁的错 涂雷老师又批评起了小路 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爱她 当然你也爱她的钱 对 多爱 你只是很单纯 也很可怜 你说你在场上戴着那手镯金光闪闪的 这会儿呢 还要告诉大家 那是人家妈买的 人家妈买的还不在情愿 难道脸上不发烧啊 不烫吗 这些是吧 好 这是有志气的第一步 你将来的一切 交给她手上 你放心吗 她能把握你的将来吗 不能吧 她不为你的将来考虑 你自己得为将来考虑吧 今天你父母是不在这 如果你父母也在这看着她台下 这父母肯定找地方钻进去了 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丢人不丢人难路路啊 听到涂雷老师的话 小路竟只走向了男友 然后把手势都还给了她 小路的做法令全场都鼓起了掌 看来她听进去了老师的发言 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那么他们最后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但是你妈那点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感觉她管的真太多了 我现在就让你做个选择 你是要我还是要你妈 你给我个痛快吗 怎么说呢 我爹我妈生我养我24年 这24年当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说在你和我妈之间 我会选择我妈的 你妈你妈什么都是你妈 你知道吗 你在我这儿听到全部都是你妈 如果说你愿意 那就跟你妈过一辈子 请开门 故事的最后 小梁和女友小路不欢而散 希望小梁可以早日回归正途 承担起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 也祝愿小路能早日找到合适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感谢观看